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家親去了 對 同事朋友 媽媽跟妹妹一起來聚餐 聊天我們就很直接問她說 愛你妹妹的男朋友怎麼樣 她說朋友啦 我還…跟男朋友還裝 對 對 對 現在我就說這樣 小怪一路上都跳女生的舞蹈 我就跟她講 妳知不知道妳為什麼一直沒有走 就是成龍鼻啊 妳怎麼樣反出來就是不對啊 她就說可是我是九招 是生病的 需要開刀的 就覺得不好意思 妳放到人家了 對 然後她就去開刀回來 憲哥就對著她說 妳今天怎麼那麼像鋼鐵人 妳很傷心 憲哥不知道 憲哥不知道 憲哥很像鋼鐵人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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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好棒 憲哥 憲哥已經過到四月底四月了 請大家好 好好說話好嗎 好好說話 不要再這樣子一直失言了 人家說命從口入 但是禍從口出耶 對 我們當藝人都會出包啦 對 對不對 來 有都會出包嗎 基本上都會 因為妳講話機會多 是 言多必失 言多必失 有時候這個言者無異 聽者有心 對… 對不對 尤其他唱得六招 靠不住錢 不是這樣 還有人直播說來 妳招我… 妳招我打賞 然後就給錢這樣 對 這麼特別 對 這麼特別 我們算病友 我們互相關心 互相關心 來… 第一個是我蘿莉塔 好好說好這麼難嗎 第一條 直音前輩工作不用心 當事人忍不住節目中爆氣 等一下聽說要掛一個牌子 對… 我以後不會亂說話 我以後 太算了啦 現在快很難耶 對 不要這麼怪怪的感覺 對啊 好 我這件事情就是發生在小明星大跟班的現場 因為有一陣子節目很常舉辦那個辯論大賽 對 然後我都有參加 然後有一次那一集的主題是講說 現在的年輕人 假設我們薪水是2萬2好了 我應該要做剛好2萬2的事情 還是我應該要做更多的事情 讓上司發現我的能力 我們那個被分配到的我這邊抽中的就是 我就是做2萬2的事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要做超過的事情 那時候節目就跟我講說 你另外一邊的對手有 譬如說誰… 然後其中一個是詹老師這樣子 通常雖然說是辯論沒有錯 但是因為畢竟還是綜藝節目 所以還是希望我們做一些效果 所以我那天非常認真 上網就查對面三個那個對手 譬如說最近有沒有什麼新聞 或是有什麼 以前有什麼事情這樣 詹老師我就發現 而且剛好有人發了一篇 最近找詹老師去看風水 然後說詹老師看的速度奇快無比 然後感覺很不用心 中間還講電話 我記得這一集 我記得 然後就說他什麼收那麼高價 然後根本就沒有真的 在幫人家看風水是假片 找到這片的時候 我把它拿來用的原因是想說 因為他是站在說 我們就是拿少少的錢做更多的事 我想要站在的角度是說 不對 詹老師 你的主場是命理 但我們是通告藝人 所以我們當然會希望 能夠錢多一點 但你的話 你是上節目 是為了增加知名度 你在命理那邊 會有好的收入嘛 引用… 對 那個報導所說的 對… 原意拿這個報導 是想要講這些話的 那報導寫得滿精準的 不是說 我不要這樣說一個話 先給他報他說話 對… 口出就要跟他說話 不能報 因為他現在Case太多 對啊 沒有想到那個報導 我才把它唸完之後 詹老師在現場就已經生氣了 他就開始講 他就開始講說 什麼意思啊 那個 看很快是因為那個人家裡 一定很小 我一下就看完啦 我講電話是因為 我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反正他就很氣很氣很快 講這段話 但我當下原本有想說 看起來好像有點氣 可是詹老師平常脾氣很好 而且又很會做效果 應該是節目效果 結果 所以當下我還覺得有點好笑 這樣子想說應該沒什麼事吧 就是在節目上辯論 吵架而已 小事嘛 結果後來下了節目之後 隔天我的經紀人來跟我講說 我跟你說 聽說詹老師是真的很生氣 然後他說他是真的氣到 當時製作單位 然後製作什麼都還去 還去跟他幫他補他 然後我就有嚇到 我嚇到一個不行耶 然後那陣子很多人看到我都說 羅玉塔妳最近是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詹老師是在生氣 他說節目上開玩笑都可以 但是質疑他的專業不行 對 他不能讓別人在節目上說他不準 對… 他總是在節目上做一些 會讓我們質疑他專業的事 對啊 對啊 怎麼會啊 多少人被取了奇怪的名字 對 真的 他那時候也是在節目上幫我取說 改叫羅賴把星韻會王 他有在認真的嗎 很懷疑耶 他這樣就我要幫詹老師講一下 為什麼叫羅賴把你知道 為什麼叫羅賴把什麼來一發 什麼這樣 對啊 都亂七八耶 我說你怎麼會有這種名字咧 他說原因很簡單 筆劃各方面也都是好的 但是聽起來不好聽 因為 對 合理… 合理了嘛 這個為綜藝出獎啦 所以幫詹老師講幾句 對啊 他有他真的生氣嗎 但是我就想跟他道歉說 我真的 真的沒有意思要質疑你的專業 我當下只是為了節目的辯論主題 對啦 就是要互相恭喜嘛 羅莉塔沒有惡意了啦 只是她長得不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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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好說話有這麼難嗎 不是 不是 那就是她人生態的 我要給你看 她外貌不幫助啦 怎麼可能好好說話 這個OK啦 詹老師 我覺得真的還好 對不起… 她會懂她會懂 好 來幫同志朋友 在家人前出櫃 導致她多年無法回家 對 這個我也是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就是有一個同志朋友 然後她平常跟我們出來 都是很外顯的那一種 應該全部的人都知道了吧 當時沒有講那麼多 然後有一天我們大家約吃飯 她就說 可是她的那個媽媽跟妹妹 剛好從南部上來 她說把他們丟著不太好意思 還是我一起來聚餐 我們就當然說沒問題啊 就一起來啊 中間聊天的時候 當然就會互相關心一下 我就很直接問她說 妳最近跟你男朋友怎麼樣 然後這時候她就有說 女朋友… 然後女朋友很好啊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發現 有什麼問題 我還說 因為我真的沒有多想 結果一轉頭 發現她媽媽跟她妹妹 臉超醜 然後我當下心裡就有想說 是出事了 完蛋了 沒有… 我跟妳講 家裡一定都清楚 有沒有道理 只是願不願意去 不願意承認 不能說的秘密 心照不宣 對 對 可是所以那這邊又有一個外來的 然後一直講… 對 有這個客家的嗎 對啊 他媽媽在說話 那就不得要講了 妳真的剩下樓賴嗎 那是樓賴嗎 那是樓賴嗎 真的 我真心很抱歉 因為…後來事後我就 她就跟我講說 對 她是真的 在她家人面前是沒有出櫃 然後她是真的 她的社群媒體 真的都把她家人封鎖 因為她就很困難是因為 那時候她是她們家的長子 獨子 沒有 是有一個妹妹 但她等於是長子 家人都會對她寄予厚望 就是要她喘宗結膽 就是當下知道的時候 就不能接受 結果後來我就很不好意思 因為她就說那年過年 然後我們就在講說 回家吃年夜飯 結果她就說 對啊 我都想說真的很抱歉 因為她們就是不能接受 這過慘… 她後來她媽媽有開條件說 妳可以回家 但是妳也可以交男朋友 但是妳一定要跟女生結婚 對啊 就是滿幸福的 有一些是這樣子 對啊 我後來就叫她來我家吃這樣 那一桌大概只有六 七個人 再塞個三 四個位置 OK 黃豪平那裡 對啊 因為豪平這樣女朋友 讓她穩穩的 妳在那邊 沒有 那是因為簽 租的啦 租的 對 她後來簽比較長 沒有 她最近有簽 對 有在續約… 有在續約才續約 加碼… 不要再亂講 對 就是真的很抱歉 我不是故意要幫妳出櫃 我以後會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現在任何的那個同志朋友 帶家人來我都會假裝 假設她們是不知道她是同志 就我現在都會這個樣子 就是真的很抱歉 也不要生活那麼辛苦啦 讓她們也安然地走過 以後會好好說話的 這一段尷尬的那個歲月 對啦 可是就沒有想要她出櫃 是因為我 來 排排交接好不好 好 交接 美夢城 下一個 來…歡迎… 來… 好 很難嗎 抱怨結合我 結果不小心發出群組 全家人出遊 好尷尬 我要先講 因為現在在那個社群媒體裡面 尤其是我們大家的LINE 有很多群組 真的很容易在群組講錯話 對 我在講情報報這樣 我要先講我上個月發生 一件非常糗的事情 得罪了一個戲劇界的大姐 就是你們知道 我們在購物台裡面 我們每次要開會之前 我們不是會有製播會議 然後裡面那個群組就會有 製作人 主持人 然後商開 然後廠商什麼都在裡面 然後再討論 就討論商品嘛 通常那個群組是不會有藝人的 好 結果呢 上上個月就是我要賣一個 過敏的商品 那時候我們就決定說 要發高玉珊 高玉珊姐姐 因為高玉珊姐姐70幾歲 皮膚保養的還不錯這樣 然後廠商就突然 在晚上大概11點多 出來了一張照片 就玉珊姐的大頭照 然後就寫說 這張照片當After可不可以 就是要Before After 就是漂亮的 對 然後晚上我看到之後 我就說 我就寫 我就寫直的 我寫 我要寫個鋪 然後鋪完之後 豬太郎喔 我寫完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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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不會當事人也在這個群組 我跟你說 我寫完鋪之後是我的商開 我的商開就說 對啊 這張太老了不行吧 然後我的 然後大家還連著講 對 然後我的製作人說 這一張太阿嬤了吧 不行吧 講完之後 突然有一個我沒有看過的線 突然寫說 我都70幾歲了 叫我阿嬤也可以啦 不好意思 天啊 好棒喔 四級公司傳出訊息 洆湞已退出群組 我的前婆婆跟我說 九張不留馬的票 就交給妳處理了 在我最忙的那一天 她突然傳了三個訊息給我 是買到沒 剛好內檔的賣很遺爛 我就立刻跟我媽說 媽 我真的受夠了 那個老太婆一直叫我買 對 叫我買 我送票 寫完之後 然後我就 陳真已退出 妳不是退出群組 妳是退出國家 突然有一個我沒有看過的線 突然寫說 我都70幾歲了 叫我阿嬤也可以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這張忘了美姬 我跟你講我立刻在廁所 嚇到閃尿 我想要嚇死 我就立刻打開給製作說 為什麼玉珊姐會在我們群組立院 然後他們說她不知道 然後製作就說助理把她拉進來 但是因為玉珊姐都沒有發過言 通常我們在討論 所以我們不知道 你知道一個群組有12個人 你在發言前你不會 你不會點進去看說裡面有誰 對 再怎麼說 你在群組裡面等於是 等於是公然 對啦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群組裡面 我真的會有陰影 每次要講話之前 我以前會先點開 到底裡面有沒有 我如果是高玉珊的話 他們資深的前輩對不對 我一定發一個 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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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皮膚 你也不怎麼樣 還 謝謝玉珊姐 大人有大量 大人有大量 給玉珊姐掌聲鼓勵 謝謝玉珊姐 好 對不對 這個是就是 但是在多年前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在多年前LINE的那個留言 是不能回收的 對 對 所以真的會造成夫妻失和 跟婆媳的問題 就是那一年過年前 我們全家族 就我們家成家 然後跟我前夫那時候郭家 我們兩家要一起出去玩 這算是大事 就是過年要去五天四夜的台東 然後那時候因為普悠瑪號 大家買過嘛 很難買 普悠瑪號 尤其在過年前太難買了 所以我媽媽就決定說 乾脆郭家的人自己買 我們自己買 因為你要一次買12張票 會很難買 所以我們就說決定 就約個下午4點在台東見面 看是大家要開車去 還是坐火車 好 然後那時候我的前婆婆 她退休嘛 她就想說我在購物台場賣旅遊 旅遊應該買那個地鐵 買那個鐵路票應該很簡單 她就傳了好幾封訊息跟我說 魯魯 我小名叫魯魯 魯魯 你就幫我們那個家族 買9張 9張普悠瑪的票 就交給你處理了 可是我實在 就是我要幫我們成家買 如果要再幫他們買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求爺爺告奶奶 我已經找了很多家廠商 都買不到十幾張那麼多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拒絕 我的前婆婆 然後我前婆婆就有一天 在我最忙的那一天 她突然傳了三個訊息給我說 有買到嗎這樣子 然後於是我就 剛好那一檔我賣很爛 賣完之後我就整個就是 你知道那個火營到這邊了 已經抓工了 因為我們群組有兩個 一個是郭家一家親 就是前夫那邊 一個是成家一家親 就是我們家的 我就立刻在成家一家親 就是我媽媽那邊 我就跟我媽說 媽 我真的受夠了 那個老太婆一直叫我買那個 對 那個叫我買 你專門得罪老太婆耶 妳好愛恭喜 對 妳好愛恭喜 好好講話… 我現在很敬老尊賢 然後我就寫說 是當我很閒是不是 真的很難買嗎 到底知不知道 而且她退休又沒事 她每天又沒事 為什麼不自己去買 結果我一寫完之後 我就想說我們成家一家親 其實只有五個人 完了 然後我就下來掉 然後我就眼睛就往上看 結果我寫到 我寫到郭家一家親去了 懂了 所以說 就因為這個 後來導致於離婚 沒有 是因為離婚 是因為這樣 應該也差不了 這原不回來啊 真的 而且最主要是 那是六年前的事 其實那時候沒有回收 所以你知道我因為太害怕 因為所有走禮 我的小姑 妳知道退群組 都看到就已讀1 已讀2 已讀3 已讀8之後 然後沒有人講話 然後我就成真已退出 因為我太害怕了 妳真的要退出啊 我就退出了 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真的退出了 我真的太害怕了 然後我就… 也沒有 想不到一個可以去難退出 妳應該說妳唱號被盜了 我怎麼講 妳唱號被盜了 她就我本人 她講的那個事情是真的 對啊 因為我們要去排斗 這很難 就死路一條 然後我就截圖給我媽 我就跟我媽媽說 媽媽 我是要講給妳聽的 因為女兒跟媽媽講話 本來就會比較 這個更恐怖 因為這截圖可能還會再傳到郭家一次 對 老太婆… 妳不是退出群組 妳是退出郭家 對啊 真的 很可怕 這算了 沒有辦法 結果還全家一起 還是有一起去 因為後來 她有買到嗎 還是有買到耶 我覺得人就要有一點壓力 妳看 這樣就買到了 這樣子 那妳這樣說 集合不認可憐 那大大大 我媽媽就大年初夜的時候 買了一個名牌的皮夾 然後帶著我去跟人家道歉 然後我們就鞠躬道歉 就這麼抱歉 因為過年嘛 大家還是家和二萬事心 還鞠躬不是更不禮貌嗎 沒有啦 我就在旁邊就是 我媽媽就罵我說 我這女兒這麼不會說話 就是道歉這樣 天啊 妳媽媽也是很… 對 能幫妳啦 這個… 這個其實已經沒得轉婚了 好慘喔 這個 撥出去的時候 現在也不用講了 本來還要跟那個前婆婆講一下 不用 就離… 這樣怎麼樣嘛 對啊 她為什麼想罵的 趕快罵一罵 就張照說 她這一條好重喔 沒有 我說這一條很重 重喔 在老闆面前瘋狂抱怨商品 妳就被取消合作還被封殺 這個 這我必須說 妳真的是眼多地視 因為我個人真的比較是臉盲 就是我比較臉盲 除非就是真的是很好記的長相 臉盲應該要被列為真正的疾病 我覺得是疾病 真的 不出來 好恐怖 對 她這個等於廠商面前 在抱怨人家生的兒子 對 這個是在兩三年前 那時候疫情期間 你知道疫情期間 大家是不是都戴口罩 有的還戴帽子 所以只露出 只露出眼睛真的很難認 然後我那時候賣一個我們購物台 算是百貨公司品牌的鞋子 然後第一次進到購物台 然後那天我就到了 我們直播會議室是有分號碼的 就是什麼1號 2號 3號 4號 我就走進去 就先看到一個戴著鴨舌帽 然後瘦瘦的 然後穿著牛仔褲 然後那種像Converse的鞋子 一個助理先贏坐在那邊 然後坐在那邊都沒有講話 戴著口罩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 然後我們就要等廠商來 然後我的助手就問我說 洆湞 那個廠商不是有寄鞋子給妳嗎 好不好穿 然後我就說 拜託 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他寄兩雙右腳給我 結果不是兩雙右腳 怎麼會很難套 很不舒服 而且我跟你講 超搖腳… 結果我就在那邊講一下 然後我們在那邊想說 是喔 那他還賣那麼貴 結果我跟那邊一搭一唱這樣子 結果講完之後 因為我們會議室都是開著門 突然來了大概六個人 就帶著字卡什麼 就在那邊說徐董好 我說徐董 就是徐董 徐董 怎麼是在 坐在那邊那個像抵押的 竟然是徐董 對 然後我就立刻站起來說 徐董對不起 我拇指外翻 第四期是我腳的問題 我真的拇指外翻 我真的穿很多鞋子都不太適合我 超級救不回來耶 不是 超尷尬 因為她看起來太年輕 她原來是那一家品牌的二代 她怎麼回應呢 這這麼尷尬 她沒有 她就是完全不講話 她現在要封殺了 氣爛了 對 她直接封殺 對 然後我們還是那天開完會 可是開會的氣壓非常低 結果我們不是兩個禮拜後要賣嗎 我的商開突然跟我說 因為那個鞋子背貨不足 所以暫時先不賣 然後我在想應該就他們不想給我賣 所以故意講背貨不足 這樣也好啦 因為你知道商品的問題 妳都說這麼難穿的話 其實是一個轉機 我覺得妳剛才在那邊罵人 講話說好像老的蘿莉塔 對… 她也沒有多人 蘿莉塔就蘿莉塔 老的蘿莉塔 對啊 交接… 好恐怖 這板子應該要用七板的 怎麼會是交接呢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 來… 她那個婆婆那一個最可怕 你幹嘛玩耶 對… 等一下她需要 所以就是習慣了 對 太高了 兩位主持人也習慣了 對… 這個故事就是 她不經意說說傳電秘性 造成家人關機破裂多年不聯絡 對… 跟我前一陣子那個狀況也很像 怎麼一直重鬧覆轍 這姐姐啊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嘛 有一次我的乾姐姐 就養了一隻貓 然後就是把牠當成 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樣 非常愛… 然後有一天 對 有一天突然晚上就突然 怎麼了 就開始吐白沫 口吐白沫 然後就趕快去醫院 結果很快的就是 醫生也查不出到底是什麼原因 然後總之就一個晚上就走掉了 這個貓咪就走掉 所以牠就很難過 非常難過… 但是始終也查不出到底是什麼原因 好 結果過了幾年之後 有一次我跟乾媽我們在吃飯 然後乾姐姐不在 乾媽跟我 我媽我們在吃飯 然後那個時候 我乾媽就跟我講說 其實那個時候姐姐那隻貓 牠死掉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應該不關我的事 可是那天下午 黑鮭 張可云嘴見可分細小碗外貌病 得知緣以後慘虧不贏 小怪一路上都跳女生的舞蹈 我就跟她講 妳知不知道妳為什麼 一直沒有走紅 我這樣錯在妳的鼻子 就是成龍鼻啊 妳怎麼樣反出來就是不對啊 她就說可是我是九招 是生病的 需要開刀的 就覺得不好意思 傷到人家 然後她就去開刀回來 憲哥就對著她說 妳今天怎麼那麼像鋼鐵人 我根本是要吃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真的很像鋼鐵人 有嗎 可是那天下午 黑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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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買了那個鹹酥雞 QQ的那個 對 就是QQ那種 黑鮭就是貴 但是那個還更硬一點點 對 就是那種 黑鮭啦 對 黑鮭QQ 他就說甜不辣要不要吃 他看甜貓沒什麼興趣 要不要吃魷魚 貓也沒什麼興趣 他就說要不要吃黑鮭QQ 貓就吃了 OK了 他就一直為那個貓吃黑鮭QQ 這樣子 愛吃 是足以害吃 後來又再過了大概兩三年 我們就是大家一起吃飯 有乾媽 有乾姐大家都在 然後這個時候我姐她就開始 她就講說 那個她之前的狗狗 然後吃趁她泡韓國泡麵的同時 然後就偷吃她的韓國泡麵 然後她很辣的 大家就在那邊笑… 然後在那邊講說 狗狗不能吃什麼 不能吃巧克力 不能吃這個 不能吃葡萄 講半天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突然覺得 很好笑 我轉過去跟我乾媽說 乾媽 那妳現在知道 貓咪不能吃我龜Q了吧 以為想說好玩 然後我想說好玩 對 對 然後 然後我乾媽就這樣 什麼是我龜Q啊這樣 然後我就說 妳怎麼會不知道什麼是我龜Q 還來遇見 妳真的不知道什麼是我龜Q嗎 衝追猛倒 現在記得 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乾姐她也覺得 好像看出了一點端倪發酵 結果回家之後果然乾姐就 拷問逼問乾媽 那乾媽就承認了 當時其實我乾姐本來 她一直長年住在美國 她本來是要搬回台灣的 越想越近 她真的會很近 現在我美國搬回來 我爸被妳堵死了 她心情很爽 結果真的 真的就不回台灣了 對 就過了好幾年 才再搬回台灣 是 妳哪都是妳啊 乾媽講一下… 我到底要跟乾媽道歉 還是跟乾姐道歉 跟全息 跟貓我覺得 全世界有養貓的朋友 她好像在家全世界有養貓的朋友 記得 真的啦 不要給貓狗吃人的食物 對啊 不行… 真的不行 就假裝她那天是極樂而死這樣子 對 妳不要再講了啦 妳就不要再講 不行 妳就像總教練還越級指揮球員 破壞球隊喝血提升 妳不是很長嗎 就是是這樣子 對啊 妳今天是要來成績 對啊 對啊 好困惑 總教練是總教練 但是如果以資歷 你不輸她的話 可以講得上話 你說對了 你真的專業 我什麼專業 因為前幾年我是總經理 球隊總經理 基本上跟總經理 其實大家是差不多持平的一個狀態 對… 甚至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總經理可能稍微再高一點點這樣子 這個可以 對…所以有時候我就會 那個時候就是有一些事情 跟總教練我們會討論 然後討論 甚至有時候可能不用討論 我會… 比如說球隊的行程 比如球隊的行程 我會來決定 比如說在球場上面 戰術這些總教練會去決定 有時候我偶爾 我也是會敢預一下這樣 敢預一下 但是因為現在 我敢預 敢預 敢預一下… 參與… 參與… 因為從去年開始 就是被降級了嘛 就變成助理教練了這樣子 OK 不是降級 其實就是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專業區域 對 我就變成助理教練 可是我就會覺得 有時候 有時候在場上面 我就會覺得說 現在應該要怎麼樣 像有一場比賽 我就覺得說 你現在應該換哪一個球員上去 就目標就是贏球嘛 就是贏球 想要贏球 但是因為其實你 其實像這種狀況 你只要跟總教練討論 但是你還是要爭得他的意見 你還是跟他講說 現在要不要換誰…這樣 然後那一次我就真的比較急 我跟總教練說 現在要換那個誰上去這樣 他就這樣 等於在指揮他 有一點指揮他了 OK 然後我講完以後 我還直接跟那個球員說 我說那個誰你去熱身一下 變成米斯坎勇了耶 對 其實這是很不對的事情 對 但後來總教練其實很給我面子 他就OK 過了一下就把那個球員換上去 那一天就順利的輸球了這樣子 順利輸球了 好啦 有氣了 這一下有氣了 然後因為已經是連續打了三天 三連戰 總教練就說 因為三連戰球員都很辛苦這樣子 主力球員打得比較多的呢 明天你們就不用來球場練球 打得比較少的 你們明天來球場 因為你這三天你都沒有跑到 你的體能可能會下降 所以你來 我們來跑一下這樣 我突然又突然覺得說 我就覺得說 大家是同一個球隊的 大家一起 一視同人 你主力球員到了 你可以不用那個 你可以不用跑 對 你可以做輕鬆一點的 所以我就直接講說 我說不要… 我說大家都到 公開給這個以前 我就直接 我就沒有又一次 又再一次沒有跟 沒有討論 自己 直接講說 我說沒有 對 因為以前的習慣是說 當總經理的時候 行程我來安排 我就不要… 我說大家一起… 打得多的就可以 比較輕鬆一點 真的 對 然後這個語氣 可是是助理教練 是助理教練 他感覺 進行… 對啊… 什麼事跟你一樣 對… 當下 就所有球員就這樣 看看我 看看董教練 看看我 看看他 想說我們到底要聽誰的 聽誰的 對 然後後來 但是我覺得總經理 我們總經理他真的EQ很高 氣度也很高 他說 好吧 那就照哈哥講的這樣子 結束以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其實這樣子 現在 我就馬上我就了解 對 他EQ很高 而且很有氣度 對 馬上講完 因為我的領悟力也是相當高的 這樣子 我就說…OK 我就馬上跟他道歉 個性不會很剛烈 對 我就馬上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說對 我只是說剛烈 我有說出剛烈嗎 他只是說 我的現在生生理的狀態而已 人家再怎麼說也是個元帥 對啊 他講出元帥 對 把我的酒指拼拿 反正就是 對 反正就是 後來當然我就跟他道歉 然後後來我們 因為這樣的 其實因為這樣的事情 後來我們有很多的合作 其實也就比較… 可以磨合 這叫職場倫理啦 對… 對 總教練現在下場怎麼樣 沒有 我們現在是 我們沒有不是下場 下場比賽 球隊下場比賽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整個合作狀況就很好 現在我們真的也是球隊 現在這是第一名的狀態 也是就… 來… 下爛爛爛的 對啊 也是有好的 來… 好 可云 來 可云… 來 下一張 好 來 嘲笑有人外貌 然後嘴賤很痠 妳還能嘲笑人家外貌啊 我跟你講 這跟妳有關係 妳怎麼知道 反正那個 妳很壞 我跟你講 好 那時候就是 超級接班人很紅 就捧出了兩個很會反穿跳舞的 一個是西小瓜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那個時候就是 跟他一起都是反穿跳舞的舞蹈老師 然後小瓜一路上 不是都跳女生的舞蹈 然後那種韓國舞嘛 對 我就跟他講說 妳知不知道妳為什麼會 就是可能比另外一個還不紅 或者是說一直沒有走紅 我就跟妳講 就是妳要反穿 但是妳的鼻子就是成龍鼻啊 就是妳怎麼樣反穿 妳那顆鼻子就是不對啊 妳應該把鼻子去 就把它變小 或者是說什麼鼻翼這樣子 妳才會整體看起來很流暢啊 不然妳永遠沒有辦法行雲流水 妳就只會卡在這裡 一直唸… 唸完之後她就說 可是我是九招舞 妳講這個話的時候 少會妳一直在摸她的鼻子 只是剛好鼻子癢啊 還好… 妳不要反穿啊 她一直要反穿 妳又沒有在反穿 妳在綁住 她只是肉了一點 要不然也是帥哥一枚好不好 然後後來她就說 可是我是九招鼻 我的九招 然後才說 她鼻子是生病的需要開刀的 然後我那時候才 我就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 對 因為我不知道 然後我還把它講成這樣子 然後後來之後她就真的去開刀 然後九招鼻子開刀完之後 會整個腫很大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了嘛 所以我就沒有在多想什麼 她剛開完刀 手術回來演藝圈的第一個通告 就是給了小明星大跟班 然後那天她一上節目 然後憲哥就對著她說 然後小瓜就又更傷心了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然後也無心 對啦 有什麼 有啊 感覺她獨立的 她這樣鋼鐵人 對 她剛開完刀還沒有 然後她說妳講完她像鋼鐵人之後 還說可是妳有一個好處啊 每次跑步妳都會先贏啊 因為她鼻子會先碰到 對 我們不知道那天剛開完刀 對 是真的不知道 要不然我們會過兩天再講 不要當天啊 不要當天啊 小瓜都知道我最愛她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都沒有別的心情 因為我們是藝人 你看小哈伯講身材 比較講一輩子的耶 對… 對啊 沒關係啦 一次出事 人家一輩子都會講的啦 好像真的是講一輩子 來 妳跟小瓜說抱歉 小瓜抱歉 其實妳真的很漂亮 妳有妳的市場 這太假 不誠懇 不誠懇 小瓜現在在看電視想說 對耶 好像有假 好啦 沒關係啦 好假 曾經大開劇組導演的玩笑 然後被對方當成隱形人 因為我講話我也會常常自以為 很幽默 因為我很怕尷尬 然後那時候也是我第一檔八點檔 然後那個導演是非常非常資深 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導演 然後我們那部戲 都是一些非常大排的演員 康丁爸 雷鴻哥 曼寧姐 他們都是很大排的喔 然後我想說 他們都非常尊敬這個導演 然後我就想說這樣子很無聊 因為這樣子講戲什麼 都是很安靜 然後我們的那個導演有個特色 就是也非常喜歡 戴類似憲哥這樣子的帽子 就是有點像小偷帽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導演在講戲的時候 我就想說為了瓦解尷尬 然後也讓這些 比較資深的藝人開心 我就跟導演說 聊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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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然後我想這個就是 剛好長輩聽了懂 他說大家都安靜 怎麼了 然後後來我才說 聊天丁 然後那個時候 曼琳姐好像說 你 然後我想說怎麼了嗎 然後後來還說 導演戴她的帽子 是在修飾她的髮型 所以沒有人敢這樣 跟她開玩笑 關聖文有眼不是太深 太多失禮糗大了 就收到一大堆圖片 好吵喔 怎麼這個人這麼沒禮貌啊 我就傳訊我跟他說 請問你誰 他就說我是宗憲 還不知道他是誰 我就很兇的 說我放陳丁沒有寄過來 你還糾正她 對 晚上跟記者朋友們聚會 我們就說 今天那個最大咖 什麼…歌有發稿妳有收嗎 我才發現就是那個最大的那個歌 立刻傳訊你咖 抱歉 剛剛謝忻也搞不清楚狀況 她本來就一直眼睛長在 對… 歌頭要不然就想 導演戴她的帽子 是在修飾她的髮型 所以沒有人敢這樣 亂跟她開玩笑 然後我不知道 然後我還自以為幽默 然後我很多次 因為我希望得到共鳴 然後本來我的戲份還滿重的 本來是我和女主角 愛上了男主角 然後男主角愛女主角 我愛男主角 就很多的 三角糾葛 對 三角糾葛是不是 很棒 結果最後我的結尾是 莫名其妙我愛上了何豪傑 但是何豪傑是殺人犯 但她決定要娶我的那一天 她出來自首說人是我殺的 然後她就被抓走了 然後就沒了… 對 所以我就是真的也很抱歉 我真的很希望導演再繼續找我 我不會再這樣亂開玩笑 來 逸祥 來 交給交給 不好意思… 逸祥最有經驗了 來 還有婚禮上亂開玩笑 連任何對方被家人嚴厲指責 這個喔 這個是香蕉啦 因為她的人生都 又是你們 你們上次也是做這種借酒會形式的 對… 有 我還是跟她很抱歉 那一次她結婚 她邀請我們風神六小福到台上 這個環節就是要 明明就是六怪 對啊 小福… 看我現在很想吃披薩 對 我們還是需要基本的尊重 我們就是公司賜給我們六小福 對 官方名稱 我們上來之後 香蕉就說 這個環節女生是抽捧花 男生要抽花椰菜 怎麼抽呢 因為我們在座都是表演者 大家都輪流表演一段自己拿手的 然後看誰掌聲最大 誰就拿到那個花椰菜 因為香蕉其實沒有跟大家講 所以大家在台上 認了一下 很突然 急性發揮 然後我沒辦法 我就先衝第一個 我想說那就我先出 而且你剛好也有帶手 對 剛好我隨身都 直接就來了 他隨身膝帶 隨時 隨時 他真的隨身膝帶 好 我就直接殺了一段 滿堂喝采 我覺得這個開頭應該不錯 但山豬他就說 因為他的成名座是蛋黃哥 對… 對 所以他就說 好累喔 不想起來 他就躺在地上 他就這樣躺 一分鐘 而且很好笑 不就是搭工作就是這樣 對 可是躺著 你說躺一下子還OK 他一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他躺了十分鐘 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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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累了嗎 我們就一直叫他 他沒有起來 他也沒反應 好恐怖 我跟你講 我們大家都嚇一跳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個本能 就是說我們不想要冷場 我就下去說 看他有沒有呼吸 然後說摸了一下 好像還有一點 但是我怕他會冷 我就脫我的外套 蓋在他臉上 臉上 對 你怕他臉會冷 對 婚禮在那玩那個 家屬還有要看嗎 對啊 對 我就是 沒有那麼白目耶 因為我不知道我想說 這樣應該滿好玩 但是我那時候從台上看下去 大家都是這樣 傻眼 真的傻眼 然後有的長輩比較受不了的 就直接起來了 離席離開這個宴會期 因為怕有晦氣 如果我婚禮 我們家主婚人 請烏烏起賢大哥上台唱太傻 什麼 什麼意思 我要怎麼搞 我要怎樣嘛 不太傻 對啊 然後說柯友倫也在 那叫柯友倫上來唱零度空間 然後我到底要怎麼樣 人家走紅的歌就讓他唱歌 對 但是就是好玩 可能人家是比較卻愛的啦 後來被家人人家很厲害 後來事後他們有跟香蕉表示說 那一天不太舒服 真的啊 對 但香蕉也是人很好 他就替我擋了 替我換腳 那個可能是說的橋段 但是不好意思這樣 對 但是我自己是跟香蕉很不好意思 那山豬到底為什麼不起來 對啊 山豬為什麼不起來 山豬十分中也太久了吧 那就懶啊 來… 對節目工作人員發飆 被放下Ling Gaming 你可以對工作人員發飆 被放下Ling Gaming 對 別這麼說 人家也是上過統一發票開獎啦 對 真的… 總而言之呢 這個就是多年以前 真的 真的當紅嗎 哪裡 哪裡 好… 好歹我也是一線諧星耶 好… 只不過是彈花一線 彈花一線 那時候有一個通告 就是要上節目表演 但是這個通告叫我找一個搭檔 跟就是兩個人一起演出 我跟這個搭檔 累好表演之後 我就跟那個通告講 通告就覺得說 我這個表演像哪裡要修改 然後他改的部分 都是我那個搭檔的部分 那變成說 我就要去跟我的搭檔溝通 對 溝通過程中就是會有點 因為改表演大家會覺得 不太高興 但是我還是很盡量說 為了這個節目好 我們要把它完成 結果溝通兩三次之後 彩排的時候 那個工作人員就跟我說 他覺得這個部分還是不太OK 看能不能再修改一下 那時候我已經 就是理智憲已經斷了啦 就是已經覺得說 我還要替你溝通 對 我就是很生氣跟他說 上…你是第一天上班嗎 還上班嗎 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班 好 我就跟他說 我這樣子為你的表演 都修改那麼多次 而且有問題的 不是我 是他 為什麼你不直接跟他講 對 我就說你懂 你是到底懂不懂做節目 我當下已經知道說 不是啦 對 講錯話了 太衝動了 太衝動了 然後事後錄完影之後 我就聽到那個工作人員 有在跟他們製作人抱怨說 我講話的口氣不太好 對 那個節目後來也很久沒有去上 當年那個 跟你在對這個搞著那個 現在在小大 真的假的 天啊 那又搶不下來 對不起 你幹嘛那麼卑微 有什麼問題 他剛剛又走出去了 又氣又走出去了 對啊 他生氣了 好 來 交接來了 少問… 來 壞觀觀 沒有 我有時候講話 真的就是一個美感 一個小的態度 對不對 態度舒服 真的好難喔 對不對 你明明是為人家好 但也不能講壞的話 對啊 這非常重要 忠言逆耳嗎 不 我們忠言也可以順耳 好 在這前面 我想到一個更可怕的 還沒寫在這裡面 有一個超可怕 因為以前我們當記者的時候 就是會受邀去那種很多 很華麗的地方採訪 有一次有一個女歌手要辦那種 全亞洲的巡迴的那種 演唱會的發布會 然後我們就受邀去了上海 然後那個媒體發布會是邀請 例如說馬來西亞 新加坡 然後就 各個地方都到那邊是一個 就是最大的發布會 國際發布會 然後我第一次去上海 他還安排在那個東方明珠 他們那個記者會很華麗喔 還辦在船上 可是偏偏台灣媒體這台車 比較塞車遲到了 然後一到的時候 那邊全部的那個 Finger food都吃完了 連那個馬卡龍什麼都沒了 可是剛好是晚上6點 我餓到不行 我看人家那個手上 新加坡媒體都有那個 那沒得吃等於就衝到你了 我的大氣 很大氣 我用來… 你拿有什麼 我是伯母的 看人家的那種 好 很像梓子 我剛好是晚上六點 我餓到不行 我看人家那個手上 新加坡媒體都有那個 那沒得吃等於就衝到你了 我的大氣 很大氣 新加坡媒體拿那個鮭魚三明治 我只有拿到一小片那個餅乾 乾到不行 飲料也發完了 我就已經覺得有點生氣了 然後整個發布會 就辦了兩個小時結束 因為在那個江上 然後我們台灣媒體 就非常非常的肚子餓 然後後來就好不容易就 記者會結束了回到飯店了 我們想說好吧 要不然來到上海 總要吃點上海的東西 第一次來沒有來過 我們就在一樓想說 到底要找什麼東西吃 然後我就聽到一個 馬來西亞的窗口 就是要帶他們的那個廣播電台 還有他們的平面記者說 我們去吃海底撈吧 馬來西亞朋友第一次來 然後我們想說天啊 我們怎麼沒有人照顧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馬上跑過去 跟那個馬來西亞的媒體窗口說 我們也想要去吃海底撈 能不能一起去 因為反正他們公司 應該會有人報仗吧 我們是這樣想 然後整個飯局我們就在抱怨說 連那個鮭魚都吃不到 然後我們想說 馬來西亞的媒體真好有 你這個窗口很棒 我們想要播他一下 因為他請我們吃海底撈嘛 然後最後…要換名片的時候 換完名片之後他發現 就是他從頭到尾 不是馬來西亞的窗口 他是整個演唱會的大老闆 然後你叫人家大老闆請你吃飯 對 而且你還吃很多 然後後來台灣的那個窗口 就被File掉了 我們這是大惹事耶 好恐怖喔 我不殺柏仁 柏仁應我兒子 真的 對 柏仁是誰啊 沒有 就我一個朋友 一間醫院吧… 一間醫院 八樓就在那邊 對…光復南路 好 不小心踩到閨蜜的地雷 看到對方絕交 不相往來 反正我這個朋友 他是在唱片公司上班 是那種台灣三大唱片公司 裡面都是天王天后那種 什麼三大 然後他還掛一個什麼經紀人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突然就是有一個飯局 然後全部朋友都來了 然後他就一直 這個朋友就一直完全沒有任何的笑容 然後我想說發生什麼事了 今天不就是吃個火鍋嗎 然後其他人就說 沒有啦 那個女生要換工作了 我說 你這個經紀人 不是在那個最大的唱片公司 幹得好好的嗎 怎麼會突然要換工作呢 我就開始在那個飯局上狂罵他 我就說幹嘛好好的工作不做 你帶那個誰誰誰… 都還滿紅的 而且獎金也不錯啊 幹嘛換工作 你又不是找到一個什麼工作 或是被包養這樣子 因為他也想被包養 然後就朋友 你又再有書可以說出來嗎 有書可以說出來嗎 可是他們真的是好朋友 那開玩笑還好嘛 對 然後就是我就一直罵他說 你為什麼換工作沒有告訴我 為什麼這個飯局 全部人都知道你換工作 然後後來講到一半之後 那個女生開始哭 我就說 完了 哭屁啊 我才要哭吧 你換工作全部人都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 結果後來就同桌的人 有一些是他們的同事 然後就傳訊息跟我說 她是被資遣啦 她不是要換工作 她這樣我不要再問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尷尬 我當時她就立刻在跟她道歉說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後來也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就有一點點 漸行漸遠 雖然說我們現在已經沒什麼聯絡 天啊 好真實喔 可是還是對於當初這個失言 覺得很抱歉 不應該亂開這個玩笑 這個算有點小白目啦 對 對啦…沒事 好 來 這一條 不要亂開 笑… 笑 這也要標題嗎 然後沒認出大發前輩 態度不佳 事後私訊對方道歉 被無事 你也臉蠻好耶 不是 那個時候當記者 然後因為太新了 因為每一天我們起床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陌生的訊息傳進來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我們今天誰是誰發片 誰是誰有公益活動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收到一封WhatsApp 然後那時候完全不知道 他這個來電到底是誰 他就傳了一大堆圖片 你知道那話 這一傳圖片就會通知片13個 然後就覺得好吵喔 怎麼這個人這麼沒禮貌 然後傳了13張圖片 就貼一堆文字來說 我們今天發稿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你哪位 然後我就傳訊息給他說 因為你知道當記者 還是你知道有點微囂張 然後他其實是個 非常非常資深的 很大很大的前輩 可是他就 因為你本人是不會說 我憲哥 不會有人這樣講嘛 他就說我是中憲 那時候我還是不知道他是誰 還是不知道 因為我們可能都叫他 我們都可能都叫他 例如說吳哥 就沒有人叫他中憲 他就說我是中憲 我真不討厭 有一點 我Simon啦 這完全不討厭 你是不是錯的英文啦 當然是六萬多個Simon 就真的不知道是誰 不是故意 是真的分不清楚 對 結果就不清楚 然後我就很兇的還繼續跟他說 我覺得發稿應該要 把那個東西放成Email寄過來 不要傳那個WhatsApp 你還糾正他 對 我還提醒他 他只是單張單張的傳 對 然後後來他就說 好的… 那麻煩你再給我你的Email 然後他就整個Email打包好 文字跟照片全部傳來之後 然後就說我寄給你了 再麻煩你 後來我就出了這篇稿子了 然後直到晚上 跟記者朋友們聚會的時候 他們就說 今天那個最大咖的那個 什麼…歌有發稿 你有收嗎 我說誰啊 然後他們就就那篇 那你不是有寫嗎 我說是那個歌 好恐怖喔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就是那個最大的那個歌 然後從頭到尾 我就是這麼沒禮貌的跟他說 再麻煩你東西傳給我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立刻傳訊給他 道歉說對不起… 我今天是剛睡醒也搞不清楚狀況 曹文以前本來就一直眼睛長在 對啊…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完了 你看到那個水裡都洗不清了 這個拍子你留著吧 將來會用的 好恐怖喔 當然有沒有看到我們藝能界裡面 但是舉凡是台上的 我們都可以一笑吱吱 但是你不要說別人 我也講錯過話 兩位港星資深的 他們是演一些什麼 小李飛刀什麼那個 我們華龍舟裡面邀兩位來 剛好那時候港劇 那個第一第二女主角 兩個都來 結果兩位一上來 什麼話不好說 我竟然就會說 厲害了 介紹這個 徐 徐良伴老 風韻游死 什麼 什麼 都不太好 這句真的 這句真的可以忘掉 因為用不到耶 對 真的用不到 妳怎麼會 妳怎麼會就講一個這種鳥話呢 所以有時候 如果妳們聽到一些不好的話 大人有大量好不好 真的 效果… 沒有啦 一笑自私 在台上都只是表演啦 對 像蘿莉塔罵三字經那是真的 謝謝 好 太厲害了 好 太厲害了 好 太厲害了 謝謝 謝謝 不要理我們啦 我們都亂講的啦 亂講 謝謝